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五 其实香港地产这些消息也挺静的 相当静 反而不及得安心出行 现在安心出行是社会上最多怨气 很多那些撻定个案 其实现在有很多撻定个案 但通常大家都知道是在那些报纸 譬如经济、星岛那些都有 东方那些都是一句起两句子 其实现在香港差不多很多 除了YouTube、Facebook、Instagram之外 其实都已经归了 所有对香港或者中国负面的那些 应该怎么说呢? 就说他自我审查 他未必主动去审查你的 基本上是你自我审查 很多都是已经 甚至有些YouTuber 离开了香港的 其实他都自我审查的 大家留意一下 很多离开了香港的那些 其实他基本上说话 是比以前 还比在香港的时候 是温和的 真的 还比在香港温和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一年前就试过完全禁堂食 我回看那一集 我前两天就听回那一集 原来年多前 差不多是去年7月的时候 原来年多前的地产小专家 原来只有18分钟而已 我说为什么现在这么长呢? 为什么现在整个小时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过得太长呢? 如果大家过得太长 就可以留言 可以剪短 不过其实我明白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 出YouTube免费的那些 基本上的数量是不多的 比如说两集的中国民心 或者是一至两集的政经短弹 跟着香港财经R 地产小专家 其实你数得到的 数得到的 就是出的集数都是六集左右 差不多每一天一集左右 但是很多其他的YouTuber 可能一天就已经出了六集 比如大匪那些一天出九集 比如说 萧生那些出几集 神区那些都出几集 很多出几集 其实我们的量 以数目来说 是远比他们少的 所以可能有些读者 都觉得OK 长一点也不要紧 因为出得不多 如果大家认为太长 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再浓缩一点 科兴火速就开打第三针了 上星期林郑打了 聂德权和陈姑娘打了 接着火速开打了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不断报导 譬如说政府街市那些 没有生意的问题 基本上很多怨气 如果迟一些 所有餐厅吃事 现在是19号 如果安排安心出行的话 基本上整个社会 是充满怨气的 最大的怨气问题就是 根本人们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开关 关就不知道你开不开 白点说一句 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是不是厄够市民 用开关这个藉口 其实不会开关 只不过就是想限制市民 其实现在已经存得很厉害 不止我一个说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 听听那些政府街市 哪一个街市 都是叫林郑和陈肇始去死的 每个街市的人都一样 那些投票率 你不用指望这些公公婆婆 出来投票 现在他们改了 投票率 用这个加权比重 这个我们会在patreon里说 问题就是 社会的怨气会越来越重 你想想一件事 社会贫穷就不理 但安心出行就推荷了 打针更快 一会儿给大家看 已经科兴说你可以打了 这样 好 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这是目济的 是星期四下午 就更好 虽然跌三百多点 就去到220% 美银还未开始 就去到94% 这个星期我没有放了 下星期才把五月份的第四期 放在网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螢光幕 你看到现在安心出行和打针是最重要的 从林郑来说 其他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些贫穷数字 政府没有听到 虽然她自己补出来 所有上楼不够的数字 一会儿看到居屋是不够的 公屋也不够的 什么都不听 总之一件事 打安心出行和打针 所有东西都不理 如果林郑白点说一句 如果下个月她收工的话 这个人对香港是完全有无事处的 我们俗称说 香港人用了这么多钱 之前几十年来 林郑在政府 香港人只有六个字 养狼狗咬心口 老祖就继续了这个人 基本上就没事了 我自己觉得一件事 你现在的安心出行和打针 虽然你可以说是 你当是中联办叫他做 但是你做的手法和模式 中联办不会理你的 不会理你的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做得好一点的方法 不太妖民呢? 其实是有的 有的 有很多方法 可以让事情更加好一点 但是你看到林郑是没有 因为他的能力去到这里 我们也说过他的能力去到这里 他也不听别人说 他也不会听你说 因为我拿着权 基本上他跟我们的习主席是一样的 不听别人说 我们拒绝教师爷式 其实他说教师爷式教训 不是说爱国 而是说元老 你不要说我 我不会错 这些是性格上的权衡 不听人说 作为一个领导 是必大无疑的 因为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 你一个人怎么做这么多 那你以为整个政府架构里面没有人财吗? 有的 但是你不听我说 就由你去死吧 你以为林郑自己也说 我现在拿不到美国的护照 那你以为欧洲那些她能去到吗? 我当你多做五年 虽然这个可能性很低 你在香港 你在大湾区 你不是有整个病去买吗? 你能出来吗? 你现在试试叫她去上环政府的街市 是你的地头 是吧 是你的地头 你试试叫她去湾仔的街市 是你的地头 你看看是否被人打砍你 不打砍你 我什么都可以 我告诉你 问题在这里 这是我们上一集的 大家看到 因为派了钱 所以就说改善了 好了 但是问题 你试试现在再做一次调查 你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那些人全都花了吗? 没有的了 我还有1000元还没拿 你们全都花了 那你试试现在再做吧 你看看贫穷情况有没有改善 这些是骗自己的 其实那些钱盘就是市民的 这个其实我不想说的 因为我没有留意这个新闻 但是你看看起来很好笑 真是笑死 你想想一件事 你不出这个电邮还好 那你怎样有可能 就是中国的官媒 代了彭帅 他代他 他有个电邮报平安 大哥有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天才 对不对 他就想告诉外国人 没事的 他平安 那平安你为什么不出来呢 对不对 你说说明他平安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个问题是 他跟赵薇不同 为什么呢 他跟赵薇和马云不同 为什么呢 他是受害者 他是侵蚀的 他是指控别人性侵他 好了 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是不实指控的 那你就告他抓他 好了 那你又没有说是不实指控的 那大家对博公堂 是不是对 又没有 好了 那又没有之下 那这个人怎么会失踪呢 他是原告来的 是个鬼佬来说 他就是原告 他怎么会失踪呢 好了 接着呢 为了要外国安心 居然由中国的官媒 发表说 彭帅有个email给我们 你看看 他说自己报平安 你不是真的天才都这么紧要啊 大佬 所以共产党你做事很粗疏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拿着权 你不是说了 你拿着我的杖吗 上头叫我这样做 这些跟林郑一模一样 手法是 你做些事 让外国 特别是那些 外国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就放心 他不认识的 他不认识的 那他说 我没有理由放他出来的 又没有理由让他说话 可能已经被我们打个扑街 对不对 好了 就假装有封印 email也送过来 我帮他 供诸天下 那些外国就放心了 那你天才不天才 就是林郑一样 我叫你搞安心出行 不是叫你扫下公公婆婆和街市 但为什么他这样做 他不认识的 那为什么他不认识 你也找他做 因为你专选猪西 他选猛狼 那些猛狼做事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说回第三针 大家看到这个是18号 就是作业的新闻 就说半年之前 如果你已经打齐两针科兴 下星期二就可以预约打第三针 对不对 就是说他的计法就是 你打完两针之后 半年后 你应该是一定没有抗体的 对不对 否则他不会认这个死线 就是半年之后 你应该是零 所以我们说一件事 最佳方法 帮市民免费验抗体 他一定不敢这样做 因为你一验就知道 原来打科兴的那些 三个月之后是几乎没有抗体的 而伏必态的那些 是要九个月之后 才少抗体的 如果他一验出来的话 那又怎样 那就没有人打科兴了 对不对 问题在这里 这就是政治凌价科学了 简单说一句就是 其实如果你打了科兴 你过了三个月之后 你等于没有打疫苗一样 你和没有打疫苗一样 只不过香港没有疫情而已 香港有疫情的话 你就可以挂掉了 肥华到肥华去接种了 你看看一样东西 香港的官就是这样的官 你看看肥华 哇 大佬 确实有三高 人又不是比人高 你看看他 你看看大饼强 哇 肥到香港的官 大佬是什么人来的 这么肥的 张建宗那些肥到 对不对 想不三高也挺难的 五十多岁 对不对 那你看到香港的官就是这样 对不对 好 那先说一下香港的新闻 大家看到 郭泰他现在不会再跟回特区政府 如果他所有的机组人员 回来这样隔离的话 郭泰就不如不做了 所以他很简单 让香港的机司在海外转 那就不用隔离了 对不对 你说他在家隔离两至三天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突然间改个措施 有一宗 假如 假如多了几宗输入的 他突然间所有的郭泰机司 全部隔离三个月的 三个星期的 那郭泰就要倒闭了 因为他连货运也没有了 对不对 有多少机组人员 机组人员 大佬 你看看一件事 他最少是什么 机司 他先在海外 大佬 我机司居在海外 我打了针 起码一件事 我先自由出入 我公司先运作 你连飞机也没有人链 那怎么办 你想想如果他突然间 那问题是别人不肯定 你现在做什么 现在国泰最大的问题 以及外资最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你这个政策也瘋了 对不对 突然间多一个海外输入 那你们全部机司 不止要检疫 又要打针 接着要隔离三个星期 坦白说 一班、两班、三班 我就没有了机组人员 那我就倒闭了 对不对 所以正常的 也反映了一件事 外资根本对你的疫情措施 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最擅长的是暴杀野猪 大家看到 说别人喂野猪吃东西 谁知道自己又找食物来引药野猪 然后当场毒杀了七只野猪 基本上很难去评论这个行动是好还是不好 但我觉得 其实中间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简单说一句 香港这么多地区 你用麻醉针打坏了它 然后困一个屋或地方困住它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基本上你不用杀它 对不对 你不需要杀它 那些猪屋困住他们,给食物吃的话 那迟些他就不是野猪了 他有食物就不会做野猪了 慢慢就会稳一点 当然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评论 有些就说,那些猪经常会撞人家 但问题就是,人和动物的世界始终是不同的 人和动物的世界,他有动物的生存本能 坦白说,他不是为了食物吧 他只有别人撞你吗?撞你把鬼吗? 撞你把鬼吗?是猪和牛 他撞你做什么?因为他有食物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得好些 这个我们上一集已经报导过 大家可以看看新闻 你用那个派钱就说改善了 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改善到 大家看到八成的贫穷儿童是要照顾家人的 这些有图有真相平均十岁 平均十岁 在香港一个他自己说是金融中心的地方 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 你看到又要做家务又要做功课 有些就连手机上网也没有 大家看到又说香港的房屋供应是足够的 大家记不记得 林郑就说香港的房屋供应就完成了 大家有眼看到 三千间居屋 员工的日期延后一年 2024、2025年 即是两年后的公屋建屋量减一成 那你可以看到哪里有多度 林郑所计算的多 是你搞到明日大雨 你搞到北部都会区才是 如果还没搞就不是 就是这样 你看到有图有真相 三千间移首一年 如果这一间再移动的话 移动一下移动一下 两年就四千五千间了 所以之前陈凡说 六年后才有机会改善 我告诉你 香港如果还是这班官员去搞的话 永远轮后公屋的时间 只会长不会短 我说的 你看到石禮谦勇勇很多 他现在已经正式退休了 不会再选立法会 可以这么说 没有这个公职了 有时他也挺敢言的 不过他之前是建制的 没得说了 你想想一件事我们向来都说的 在政府来说 在中国来说 他是提出问题的 那怎么解决呢 你提出香港这么多劏房问题 那你要叫人去做才行 是吧 那他有没有了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帮林郑去想 他没有的 他只是提出问题 他只是喊口号 你想想习近平也是喊口号 那下面的人喊口号便好 分钟口号也不喊 香港这么简单 现在只有十万个劏房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十万个劏房而已 北部都会拘有这么多地 都解决不了 是吧 一个都解决不了 大家看到了 这个呢 林郑上去做一些过渡性的房屋 好了 现在这个过渡性房屋 都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呢 有些呢 他们就要给人家一口 那个过渡性了两年多了 但是呢 他仍然上不了楼 那又怎么样 那就重回劏房 重回劏房 再出去租劏房住 好了 接着到林郑就来喝了 就是这样 什么都没有做过 什么都没有做过 就是这么简单 一两单 这些所谓撻订 所谓撻订的呢 其实 现在尽量对于 特区政府 或者中国负面的新闻 都不播了 基本上 就是一个新闻 起两个新闻子 里面没有什么细节 最多告诉你 喂 那个单位有人买回 就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撻订 等等 我想他可能有访问 但是未必出了街 就是大家知道 石sir的了 对不对 那他一定不会有负面新闻出的 一定不会的 就是 习近平是天下无敌的 就是在他来说 习近平天下无敌 中国天下无敌的 对不对 在他来说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负面新闻的 其实现在是 昨天我们没有说了 这个香港财经 大家看到恒大那些 全部都卖了 许家印就卖了恒腾股份 你想想一样东西 卖了这么多股份 卖了21亿 真的 我不知道谁卖了 真的 他根本恒腾的股份已经贴近了 已经贴近了 那个股份 谁会跟他买 是不是 我是不知道谁卖了 基本上 真的 谁会跟你买恒腾股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就不会 当他有了 那21亿就用来还债了 对不对 昨天有说了 碧桂园服务就配股 我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看看他复牌了没有 未复牌的 现在是差不多2点40分了 我想今天迫伏也未必复牌的 其实 正常的复牌就是 你借用一成的 股价就跌回一成 是吧 我们昨天没有说的 这个就是华融 这个是昨天17号的消息 华融就向国有投资者 筹60亿美金 我觉得这个是天荒野谭 中国还哪会有 国有的投资者 有60亿美金 有都不给你了 是吧 是吧 怎会还有人 有60亿美金给你 他说 就是用来避免严重违约 是吧 就是借钱给你还债 是吧 那谁还借钱给你呢 是吧 他是专收难数的 谁知道他自己就变得难数了 现在在国内的教育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三天前的新闻 那一般的老百姓 其实就往后 你要学外语是很困难的 就是说你要学英文 学一些外国的语言 甚至我在节目里面说过 就是说如果你在巴士上面 看一些外国的视频的话 或者外国的戏 有人可以举报你的 他可以举报你的 那变成了国家的一般百姓 就不会学到外语 或者接触到外国的媒体 甚至香港也是 香港他们都未必那么容易被他们接触的 但是问题是说 党的权贵的子女就可以了 简单说就是 回复以前我老爸妈的年代 就是说他最重要的是 你们就是猛狼 你们的子女也是猛狼 那我就很控制你 我妈妈当时是农民 你盲子也不认识多个 你只是看党的 他其实有办法的 他有部署的 你只是看党的资料 所有的教材我都控制了 所有的媒体我都控制了 以前江泽民的年代 你也学一下英文 现在英文也不懂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党里面最高级别的 权贵的子女的孙子 才可以学英文 才可以去外国的时候 那又怎样呢 那就跟以前毛泽东的年代一样 他的子女那群人是最高的 你们根本上出国 你想想一件事 这些人出国的 甚至来到香港的 他短期内生存不到的 他要经历一段很大的挣扎才能生存到 譬如我们去英国的 根本上很容易适应 因为我们是英国政府 即是殖民地长大的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来香港为什么不适应 因为他们的成长 差不多是一个有毒思想 我觉得是有毒 不是Poison 是有毒去导读一些党的东西 不是Poison 是有毒去导读一些党的资料 党想给你知道的资料 那些东西跟世界是不接鬼的 那你一开口就有个党伟大 我还有个国家服务料 多少年等等 那你在譬如香港 或者去英国 美国这些社会 基本上你融入不了 别人当你怪物这样看待 那他又怎样呢 那他慢慢就不走 那就留在中国 或者大家一帮这样的人 即是猛狼 就作为一个猛狼团 他只是想做到这些东西 那怎样呢 我的子女呢 就可以身居高位 就可以去外国了 跟外国谈 你不行嘛 你都不懂 你都不懂英文 你不懂英文 那你怎样学 那这个就是他的计划 早晚香港也是 他现在不用外语去考试 现在取消了 不用外语去考试 那我相信遲些香港也是 遲些香港也是 遲些香港也是 香港的地产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 都很静 但是呢 美国一直在升 大家看看 美国各地的房价 在第三季都会继续上升 那当然那个增速是有些放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价格高 有些不太有实力的买家 就可能不退了 因为你楼价太高 那你不够给第一个设计 那大家看到 就是奥斯丁区 第三季的中委扫房 涨价是最大的 那这个现象呢 其实整个美国都是这样的 另外呢 大家知道 那国家呢 就会有房地美啊 和房利美啊 那这样呢 就会支持呢 就是做一个贷款的 房地美 房利美 那是国家的嘛 那现在我不知道 是不是国家 应该不是的了 那但是他都支持他呢 就是贷款 但是你看到现在最多呢 上限呢 已经差不多接近100万美金的了 就是你买一家屋的话 接近100万美金 就是差不多 比例已经很高了 大家看到下面那个呢 这些高房价的市场 贷款限额呢 预计会调升到100万美金 因为他跟一个比例 他跟一个比例去借给你的嘛 那譬如说他 first installment exactly 我不知道多少了 譬如说 是六成的 那100万的话 那那家屋是已经850万美金了 其实 是啊 已经850万美金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 那美国 正常来说呢 明年是一定加息的 一定加息的 那加息是否一定不利流市呢 那其实就不是的 那我们经历过 我以前 我们以前是 多少利息啊 我那时候是P-2 我们以前也是 5利多利息 5利多利息 那我有朋友是7利息 不是啊 他P加2 sorry 我P-2 P-2.5 7利多 那我就5利多利息 他是P加2 他差不多9利息 但是是否代表 加息的市场真的不好呢 未必 因为通常 特别是美国呢 他加息的话 就是经济好才加息的 如果经济不好呢 譬如说你过了 今次的物价通胀期的话 他可能会减息的 所以问题就是 我们过往的经验呢 就是香港在 就是共产党之前 97年之前 那个利息是一直这么加的 但是那个市场真的很好 就是那个 那个经济呢 是不断的好的 你经济好才加到成 你经济不好 怎么加息呢 是吧 我们看看在美国 在这些都会区里面 在这个协会追踪的183个都会区里面 有182个中位数价格 第三季都是升的 那有些都会区里面 有78%的中位数 是那个楼价呢 是升超过10个%的 那虽然比第二季有放缓 但是呢 都是增长两位数字 这么厉害的 那所以大家看到 单户形成屋里面 那个中位数价格呢 在第三季是升了16个%的 大概是36.37万美金 那当然这些不是很贵的楼 对不对 我应该是16个%就是36.37万 那所以你乘回6636 6636 6318 即是200万美金一家左右 200万美金一家左右 那看到奥斯丁区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是上涨了33.5个% 这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你看到 美国的房价是上涨得很厉害的 那现在美国的按揭利率是多少呢 现在美国的按揭利率大约是30年期 通常他们都是做30年的 很厉害的 其实 香港现在都25年了 是吧 美国的按揭利率大约是30年期 现在是3厘 现在是3厘 那10年期的美国国债 现在6月就升穿了1.5了 所以美国国债一升 那那个按揭利率也升的 那这个就是去年 就是刚刚是上个月的 那它今年年头是2.65来的 那现在呢 刚刚是3.050 3.010 上个星期是2.880 那大家记住了 按揭利率是3厘 那你看看美国的楼市是否旺 其实你看两家公司就可以了 Home Depot和Lowe's 这两家公司是要有新屋落成 那当然普通我们也会做的 那些收入是一般的 或者是创科 那为什么会这么旺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新屋落成 美国人是自己去做装修的 美国人是自己装修的 它就不是我们找装修师傅去装修的 所以一定要买Lowe's 或者是买Home Depot 那些东西 那电转就升了 不是创科 所以你看这两家公司的股价 如果它持续上升的话 就是楼市好 如果楼市好 这两家公司的盈利都会持续上升 好 那香港的按揭利率是多少呢 香港现在没有太多人在用P 通常都是用Hyper Hyper即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借钱的利率 Interbank Rate 这样叫做Hyper 大家看这个表号很清楚 刚刚是一天之前而已 这个是即时更新的 大家看到现在的Hyper 基本上是0.0多 0.08左右 我当它是0.1 你看到现在 譬如花旗那些 有贵有便宜 中银香港是比较贵的 即是2厘 那花旗是最便宜的 1.4厘 1.4% 那你变成了 比如东亚那些 就2.2厘 那你做Hyper 按揭利率就2厘3厘 2.3厘 那Hyper有个所息上限的 就P-2.85 P就是现在最优惠利率 现在最优惠利率 就是5厘 香港是5厘 那你见到 其实H 即是用Hyper 它有个上限 上限就是2厘4厘 2厘4厘 那P就会减回到差不多 之前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没有人用Pine 全部都用H 现在大家回顾一下 简单说一句 香港的按揭利率 大概是2厘5厘 其实美国在年头 都是2厘6厘 只不过美国加息 香港没有跟 香港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跟 很多东西都不跟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看会不会走资 但是你知道现在香港政治环境 它不管 正常就一定跟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的利率高过你 如果别人是3厘 我当然把那些钱放在美国 是不是? 那它现在不用跟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都没有外资 你已经没有外资了 没什么所谓 是不是? 所以香港应该 5厘4厘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 第一 美国的楼市会上升 因为那个 息率还是低 那么香港你看到 为什么楼市 怎么也好呢? 它仍然有个支持 因为利率低 我们之前 大哥 你想想 P-2.5 我都5厘4厘 我的朋友是P加2.5 那是9厘4厘 那是9厘4厘 9厘4厘 你不釘改 是不是? 好 这个我们在香港财经后 都说过 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到 那基本上 就是 中国和 美国 就越走越远 很肯定 越走越远 那香港的经济 就是 很多人都很怀疑 其实 包括我自己 就是究竟你说 所谓通了关的 香港的经济 会不会好呢? 我真的看不到 那你看到 连这个 就是中旅社都收拾了 对 都搬上去 就是搬上去 楼上了 那为什么? 因为 那些人最主要就是 不逐回乡证 那他连回乡证 都不逐 那他怎么回去呢? 是吧? 其实你现在逐可以逐的 很简单 网上搞定 接着去拿 是吧? 那去 去中旅社或者旅行团 那他主要都是回乡证 中旅社的收入都是回乡证 那你看到现在他都搬了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即使通关也好 香港特别是年轻人 老人家就回不了去 因为年纪大 七八十岁怎么回呢? 熬都熬散了 又要打针又要吃 年轻人又不会回乡 那你即使通关的话 其实香港是帮不了内地的什么 帮不了内地的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 戴琪根本他都不来中国 是吧? 都不来中国 就是去日本、南韩、印度 收工 那我们习大大 当然不会口头上让步 发表声明就说 哎!地球够大的 那中国和美国 可以分开发展都可以的 那如果是 你需要打给别人呢? 是吧? 那你发展什么呢? 你要赚别人的钱 最重要是吧? 这个我想他要 就是他要找回 之前死鬼邓小平 他就知道 为什么中国要改革开放呢? 因为你要赚别人的钱 是吧? 那你说我各自发展 那你跟谁发展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你现在取消了最优惠的 加上五眼联盟 全世界佔了六成多的GDP 是这些公司 剩下三成多的那些 全部都穷过中国的 距离赚你钱就差不多 你还怎么去赚他钱呢? 即是你不跟美国做 你不跟欧洲做 你哪个地方可以让你中国赚到钱呢? 他比你还窮 所以这些其实没什么用 当然了 你看到集拜会之后 这个是集拜会之后 立即美国出报告 限制对华的投资 还要加大军力 制止 其实 在美国来说 它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就是说我很多 很多最主要的製作 在哪里? 在台湾 在日本 在南韩 在澳洲 你每天都说打他 那我就卖武器给他 让他保护自己 是吧? 他不会理你什么一宗政策 因为你一宗政策是你的问题 我保护我的投资是正常的 所以美国佬是大条道理的 你不天天说我打他 别人就不会 我都没有说打台湾 那你为什么卖武器给他呢? 但问题是你现在说打台湾 那我就卖武器给他 是吧? 那日本之前又怕你动他 那我就卖武器给他 韩国暂时没有的 澳洲就不用说了 是吧? 你又说打台湾 说抵制他 那我当然卖核潜碳 给他保护自己的 那你就搞到四面八方的敌人 包括印度 别人搬那些高超音速导弹 去边界对着你 那你怎么办? 是吧? 那下面那两个不用说了 是吧? 一个就是阿富汗 一个就是巴基斯坦 那两个更加不用说了 那变成了 你轰轰滑 再加上苏联 都是敌人 那你哪有得搞呢? 是吧?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了 那在集拜会期间 那美中的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 呼吁限制美国对华投资 那他又是搬出来的 你一直在说 那集拜会是一直在说 他一直在说 为了国家安全 就不要投资那么多中国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 我非常之怀疑 在疫情之后 香港有没有复苏呢? 我是非常之怀疑 现在看上去那些复苏就是大外孙 大家知道 那是很厉害的 那些复苏是大外孙来的 就不是真的复苏 就是当你在香港 你就知道 其实是没有复苏的 但是他对外就告诉别人很厉害 就是等于对外告诉别人 香港是金融中心 是国际金融中心 但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的成交只有1000多亿而已 现在去到2点几 就来3点 都未过1000亿 那不会有些金融中心就是这样 是吧? 好,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刚刚看到 就沙沙中期 就是继续亏损1.8亿 不派息 那就加大银行的循环贷款额度 最好不要碰这些股票 最好不要碰 就是我看不到 譬如说 豪岛股等等 你看不到它有机会翻身 因为你没有自由行 它基本上不能翻身 你现在中国怎么自由行 是吧? 不要斗这些股票 香港的零售股你不要斗 你最多就是斗下那些公用股 譬如中电啊 港灯啊 地铁啊 领展啊 或者是煤气这一类 一定要用的 最多是便宜些卖给你的 就是有这个安心出行 但是就不会不用 你这些全部靠自由行的话 千万不要搞 如果中铝上市 应该是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点 在香港的股市里面 好 我们的网址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有兴趣 美股可以订阅 环球投资日志 我们已经说了四集 接着我们会做了Hermes 下集 接着是卓潮和Samsung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好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 梁尤德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 今天是星期五 大家记住 听英文台 接着明天 我们的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 好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